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神戶啦 我跟你講 神戶是我的傷心地 為什麼 因為之前我跟大雅主持的時候呢 我們來神戶呢 我跟他玩個遊戲 我輸了 所以我沒吃到神戶牛 哇塞 那你就不用來了 留下一個很大遺憾 可是神戶 我又來了 我跟你講 這一次我一定要吃到 我們還剩多少錢 我們還剩一萬兩千多塊 一萬兩千多塊 聽說這家餐廳呢 我們的企劃呢 找得很辛苦 因為譬如說你到淡水 不可能每一家淡水的阿給 都是最好吃的 對啊 一定會有一家 特別厲害跟正宗的 這一家餐廳 聽說獲獎無數 自己的神戶牛 它都是得很多很多獎 一個獎不過癮 它是得了很多很多獎 那代表很多獎 給它加持 一定很厲害 聽說在這地下室 到底這家神秘的店家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好隱密喔 還設在地下 Oh my God 一走下去 我跟你講 日本人會最引以為傲的 就是獎牌 你來看一下它的獎牌有多少 你看看 全部都是優秀賞 優秀賞 這家老闆叫做優秀 我們都叫優秀賞 所以等一下看到優秀賞 要跟他打個招呼 不是啦 它就是這個獎牌 代表他很優秀 不是優秀賞 你看 隨便看一下 就有這麼多獎法 這家店的神戶牛排 得了一整片強的獎 獎牌多到老闆數都數不清了 就是因為他們指定 使用神戶牛裡面最最最最稀少 便平懸為最高A壺等級的牛肉 來料理 難怪拿獎拿到手軟 我用看的也要腿軟啦 神戶牛我來啦 你知道Kobe Brand這個打籃球的嗎 我知道 它是這樣的名字對不對 對啊 你知道它的名字的由來是什麼嗎 他爸取的啊 對 他爸爸為什麼會取Kobe這個名字 你知道對不對 當初他爸爸吃到Kobe的這個牛 覺得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他就把他兒子的名字 取作Kobe 所以Kobe就是神戶的意思 就是神戶的意思 所以他叫做神戶Brian Kobe不是 叫Kobe不來了 神戶不來了 他叫神戶不來了 不來了 神戶不來了 對 你是在騙我的吧 沒有 這是真實的 圈內很有名的大哥 胡志雄嘛 他為什麼叫胡瓜 所以他爸爸也是吃到那個胡瓜 胡瓜覺得呢 很好吃 就胡瓜 我把他小名取名叫胡瓜 菜龜也是因為這樣由來的 有一個藝人叫九孔 你知道嗎 我們菜色已經上來了 厲害 妳看一下 好漂亮喔 妳看這個油花 A5的油花就是不一樣 妳看看 它上面還有一層油 妳看 油紙 嗯 豆子 那這個 嗨 嗨 嗨 洋蔥 洋蔥 茄子 桂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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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 他連蔬菜都這麼講究 這些蔬菜都是全日本頂尖的 都是全日本頂尖的 不單單是牛肉是全日本頂尖 其他的配菜也是頂尖的 他每樣東西都不隨便 日本職人的精神 對 我們來嚐看看好不好 天啊 這是北海道來的胡蘿蔔 嗯 非常甜 嗯 很甜 很好吃喔 它的水分很多 而且它的厚度很剛好 然後它竟然是外面稍微有點脆脆 但裡面是軟的 這個洋蔥 我想來吃看看 洋蔥好吃 很甜嗎 超級甜的 然後一點那個薯辣的感覺 都沒有 只有洋蔥的甜 這間餐廳的店長 擁有蔬果管理師的執照 所以這裡不但牛肉厲害 連旁邊的蔬菜也大有來頭 店長既選來自各地的新鮮蔬菜 淡路島的洋蔥 京都的茄子 北海道的紅蘿蔔 統統在神戶一次享用 好漂亮喔 妳看那個顏色 好漂亮喔 連已經煎熟的那一面顏色 都可以這麼美 都非常漂亮 那個金黃色的樣子 妳看看那個 我感覺好好吃喔 還要再炙燒一下 對 很特別耶 火 火 感覺很好吃喔 很特別耶 一般來講 很少看到會這種 這個會中間還點火這樣 加了一點酒香 不得了 光這樣看 就跟一般的牛肉煎出來 完全不一樣耶 那個油脂跟色澤 這太感動了 期待已久的神戶牛 就在我們面前啦 台灣常常吃的 所謂的神戶牛呢 其實有的都不是 真正是來自於日本的 為什麼 因為台灣沒有進口日本的牛 你要來這邊才可以吃到 真正的神戶牛 好不好 我要這一塊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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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間 本來是透紅透紅的 果然是米臉 然後外面是熟熟的 怎麼樣 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油脂 非常非常的豐厚 魚雞棒 你咬下去我跟你講 那個油是甜的油你知道嗎 最主要是它很綿密 隨時隨時都可以咬到它的油花 然後那個肉感整個搭配在一起 厲害 幸福 這個油脂真的是很神奇耶 我這一塊油脂更多 咬下去都是油脂 這個會這樣一口接一口 聽不下來 而且它上面肥肉的部分 它跟瘦的部分那邊有點緊 那個地方越嚼 那個牛奶的香氣會越重 加一點飯 一口飯 一口牛肉 都像這樣子 日本的那個米真的是厲害 它那個軟Q跟彈牙的感覺 它配上那個油脂 那個牛肉的油脂 跟那個進入到那個飯裡面 喔